Hello 我是鐘仔 今天我老闆給了一件很厲害的產品給我介紹 這件產品是幫助大家在嚴寒的公天底下 都可以很溫暖地度過 是什麼呢?就是韓國的Heat to Wear 這叫韓國的Heat to Wear 其實在韓國已經賣了差不多有四年的歷史 在韓國裏面有很多韓仔、韓妹 只要韓不起的人都會買一件Heat to Wear 去保暖 但是有一點重點就是 不用穿到自己整個腫 也都很溫暖地扮型 也都很潮地穿出街 事不宜遲 我現在就把這件Heat to Wear介紹給大家 剛剛看完我的示範 我現在先介紹一下一件發熱背心 其實Heat to Wear的發熱背心 賣點非常薄、輕身 以及非常Slimcut 做運動都可以 還有這一款的發熱背心 袋口是有三個的 有兩個可以給你插袋、插包、電話都可以 另外一件衣服 當你插袋後 它胸口會有一個開關鍵 開關鍵下面有另外一個控制鍵 可以幫你控制每一個發熱區的開關 它要獨立使用每一個發熱區都可以 好 而這一款就是Heat to Wear 另外一個新款 就是一個毛嶺系列 它是用上舊樓式的設計 在韓國有很多年輕的男女 都比較喜歡這種Cutting design 的發熱背心 因為它這一款的發熱背心 可以多一種著化 就在舊樓上捲進去做一個V舊的設計 去配合不同的衣著和配襯 好 現在介紹一下Heat to Wear的發熱區 其實每一件Heat to Wear都有四個發熱區 而這一件是無靈款 無靈款的發熱區 會在上背、上腰、下腰和前腹兩個 而有靈款是沒有前腹 而在頸部會有多一個發熱區 總共都是四個的 我現在重點介紹一下 為什麼Heat to Wear在韓國會這麼好賣的秘密 就是一個軟紅外線的發熱技術 其實它這一種的發熱技術 就是裡面會有它自己特製的一種軟紅外線的纖維 它這一種的纖維 是隨便你怎樣去握、怎樣去握 怎樣去搓、手勢都好 都不會影響這種發熱線的發熱 以及它的安全的標準 還有在韓國裏面 它有很多這一類型的證書 去到證明、實驗室的報告 去到證實這一件衣服 它的安全標準、發熱的功效 以及它這個保溫的能力 教下大家用Heat to Wear的Apps 只要進入Apps 它會找回你穿Heat to Wear的系列 它會進入藍牙連接的界面 只要你的衣服開著 它就可以和你的衣服相連 進入去相連 連接藍牙之後 就會進入四個發熱區的溫度調節界面 這個界面可以控制每一個發熱區 由40度到50度的溫度調節 而每一個調節可以準確到0.01的上升和下降 控制溫度當然不是這個Apps最厲害的地方 而最厲害的地方是它可以控制每一個發熱區的發熱時間 它可以控制在兩個小時內發熱 或者它在幾十秒內發熱 完成這個發熱的過程 以上就是我們Heat to Wear的簡單介紹 如果看完這段影片 想快點去試一下這件衣服 可以去我們的特許經銷商購買 事不宜遲 快點去試 希望下一次有新產品介紹給大家 拜拜